世人皆知凯皇差点一脚拆出大结局 却熟不知他永不凋零的青春是传承于他的父亲麦特戴 麦特戴是墨叶的一名万年下人 与凯一样他同样不会忍住也不会换住 甚至就连体数都不如别人 无法获得晋升忠忍的资格 只能在墨叶做一些简单的任务维持生计 因为实力极差 所以经常遭到同伴们的排挤与嘲笑 被毫不避讳地称之为废物 然而在幼时的凯皇眼中 麦特戴一直是自己强大的父亲 而麦特戴也一直用自己的乐观激励着凯皇 他不仅教凯皇学会了自我约束的修炼方法 而教会了他要乐观地去面对失败 无论面对怎样的奚落与嘲笑 都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就算别人嘲笑自己 也要以清楚的名义 当成是他们对自己的鼓励与声援 麦特戴经常教于凯 一个动作做千万遍 奉自我约束为准则 对自己的同伴可以下溃求饶 对伤害墨叶的人绝不手软 或议人家想要从名人身上传递出来的东西 就被麦特戴负责二人完美表达了出来 虽然是个下人 但麦特戴却凭借着热血之魂 坚持殴割着自己的青春 每天夜里 他总是会趁着凯睡着时偷偷地修炼 他耗费了20年的青春 终于钻研出了足以震惊人间的体术 八门遁甲 让体术在以忍术为主导的世界中 取得了一席之地 水门留给名人的是一只酒尾 幼神留给佐助的是一双永恒万花筒 而麦特戴给凯的 只是一些汗水和一颗温柔的心 以及一招八门遁甲 但这却构成了凯的底色 成为了他体术的奥义之一 日复一日的修炼 让凯培养出了可怕的直觉 完全不通过逻辑 就能够正确应对危险的肌肉直觉 在第三次人间大战中 魏影村的第一批忍刀奇人众 将年幼的凯小队包围 就在三人即将命丧狂拳时 麦特戴犹如天神降临 显然他已经打算以生命为代价 守护自己的儿子 他开启八门遁甲 一脚将忍刀奇人众 踹成了吉祥三宝 使得凯三人得以趁机撤退 而麦特戴最终牺牲 年仅35岁 但他却用自己的青春 弯门香凯全射了 什么是忍者的生存之道 真正的胜利并不是战胜强者 而是至此也要守护好 自己重要的事物 在见识到他赌上性命的生存之道后 凯皇终于活成了 自己父亲的模样 在四战之时 名字岸人纷纷倒在了六道班的手中 凯皇就如当初自己的父亲一般 一无反顾地开启了八门遁甲 踢表道蒸汽 也转变成为了红色 所有人都悲痛欲绝 他们知道 红色蒸汽代表着死门 当他燃烧殆尽之时 就是凯皇品落之日 半夜不以为然地表示 如今的凯 就如秋天即将掉落的枯叶一般 然而 这恰好就是麦特戴 当初传递给凯皇的意志 他们虽然会如枯叶一般凋落 但却会化为新生绿叶的养分 而当绿叶萌发 新春到来之际 才是青春的最高潮 燃烧最红火的时刻